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了妙蛙种子和拉鲁拉斯躲在草丛中 那一言不合就开打吧 小剑去先打倒拉鲁拉斯 然后妙蛙种子也打倒了 现在就能投分了 现在再收了对方野怪就能上四等 就能唱歌了 成功上四等了 先让小剑去升等 腾素小将在埋伏了 来一波胖虎的唱歌 成功收了吉拉奥拉 然后再收掉喵蛙种子 接下来就是拉鲁拉斯 投球后再收中间的蜜蜂 收完蜜蜂后 先吃水果回血 再继续打野怪升级 大家都去刷野怪升等级 上路只剩下胖可丁了 现在看到妙蛙草和拉鲁拉斯 在塔里守着 先来唱歌睡觉了 妙蛙草 再来喷雾 把妙蛙草和吉拉奥拉 速度变慢 成功收了他们 闪燕也来了 继续唱歌 成功击倒了奇鲁利安 继继继继续投球 现在吃水果补血 就要下去打暴石龟了 还有大约20秒 下来的有些碗 暴石龟都被队友收了 没关系 现在回上路 继续打洛特姆 对方已经开打洛特姆了 慢了一步 先收其他人吧 成功打倒了两只 下一下奇鲁利安 让他后退 闪燕也阻挡了洛特姆 看到烈剑音被打 要去保护他 让他可以顺利回退 现在吉拉奥拉在追我 要吸引他和烈剑音开打 唱歌加大 收掉了吉拉奥拉 但是沙奈朵和妙娃花开大 也把我和烈剑音收了 上塔也破坏了 我们也能看到闪燕也在下路 两连打倒 复活后继续打野 要把大招CD重置好 暴石龟也要复活了 我们就下去打龟吧 现在往下路走 希望可以来得及 打暴石龟 卡比兽阻挡了对方前进 对方也后退了 应该是放弃暴石龟 准备拿上面的洛特姆 成功收了暴石龟 就继续往上路打洛特姆了 现在往上路出发 希望可以赶得及开洛特姆 要先解决其他人 结果被对方拉散了我们 队友被收光光了 亏大了 洛特姆也没有了 现在只能防守阻挡洛特姆 一波防守 还是能打退对方 大家成功阻止了洛特姆 现在还有两分钟半 队友都准备开最后一次暴石龟 怪力也称我们开爆石龟 投了50分 大家一起开龟 希望可以防住闪电鸟被打 闪电鸟要开始了 大家需要防守 结果大家没有看到怪力 皮卡丘和闪电鸟 皮卡丘和闪电鸟被打倒了 猎剑鹰也撞歪了 卡比兽和猎剑鹰也没了 剩下我 继续了 闪电鸟没了 凶多吉少了 被灌了200分 大家防守下路 还是被投分 中路也被投分了 但是我们的皮卡丘也在投分 皮卡丘成功投了100 还有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不知道能否翻盘 队友也组织最后一波 大家兵分二路 卡比兽努力的阻挡中间 闪燕说了妙娃花也投分了 还剩下20秒 我也去愁热闹 剩下最后10秒 没有希望了 还是慢了一点 游戏结束了 最后还是输了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下个影片见